今天带大家一起接受的是一滴一味的火锅神仙吃法第五集 火锅神仙吃法因烧焦皮蛋猪肉滑 首先先点皮蛋猪肉滑和我们的烧焦皮蛋 再让服务员把皮蛋猪肉滑下进鸡汤里 煮熟后就可以捞出来 接着把它放在烧焦皮蛋上 这样就会是什么意思 皮蛋猪肉滑配上烧焦皮蛋的酱汁真的是绝绝子 火锅神仙吃法二 番茄汤小酥肉 首先我们先点一份重庆小酥肉 吃法一可以把它沾一点干碟粉 脆脆辣辣的 很过瘾哦 吃法二把小酥肉放进番茄汤里给一阵子 拿起来后外衣都吸马了番茄汤的汤汁哦 最后我们带来一个可可爱爱的小兔子布丁 来做结尾吧 一个字 绝